好 這個玉峰 這邊也有一個超前部署的故事 好 這個故事 是我一個建商朋友 他們之前去搜一個 在台北市很多那種 獨棟的偷天戳 你不要看他的房子很破 那個土地很值錢 那這故事 那個偷天戳 他們搜到之後 他們才發現說 後面的故事非常的特別 這個女主角 她以前是童養型 然後嫁進一個大戶人家 那大戶人家嫁進去之後 為什麼要講 為什麼要娶童養型 就是因為那個先生的 身體狀況不好 結果結婚沒多久 先生就走掉了 那走掉之後 大伯跟小叔 其實他們的學業成績都很好 都出國去念書了 那照顧公公婆婆 就是這個童養型 那公公後來走掉之後 這婆婆就是 活到比較久的一個歲數 那等到婆婆走掉了之後 後來也走掉了 那這個大伯跟小叔 就從美國跟日本就飛回來 飛回來當然就是要拿遺產 可是查下去之後 發現他們家的主措透天措 被抵押設定了 這抵押設定 然後這個小叔就覺得很奇怪 他說我媽媽怎麼可能 把我們家的房子 抵押設定出去 對不對 這是周處 然後就懷疑這個童養型 你是不是去外面 勾結別人什麼什麼的 後來找了律師 然後也找了錢莊 也找了這些建商 就說你要買我們這個房子 這個我們要打訴訟 我媽媽不可能那個 然後童養型就拿出一個單子 就說這是媽媽 要離開前寫的信 因為媽媽知道說 我跟你們家是不會有遺產的 所以媽媽寫了一封信 然後給大家證明說 這個房子當初設定 是為了要照顧我的 阿靖看到這個信 馬上就衝過去 就直接就說 哈哈 我媽媽不認識字 還會寫信 然後就說 你這個一定是字 你自己寫的 結果大伯一看到就拿來 眼淚就掉了 因為那個信 確實那些字 都是童養型寫的 可是大伯看到他下面 這邊打了一個叉叉 還是畫了一個十字 他說 他跟他弟弟講說 這是媽媽的意思沒錯 這一筆我們認了 我們吞了 因為他說小時候要簽聯絡本 媽媽不是字 只會打一個叉叉 還是畫個十字 所以大伯是 有經歷過那個時段 也滿有良心的 那我覺得 那個媽媽真的是很偉大 因為到最後其實 你因為 我們講說 你比較重財 都沒有在身邊 對 那到最後就是這個媳婦 在顧他 然後等於是顧了一輩子 他也沒有在 在找第二孫 那也幸好大伯算是名理的 看到那個十字 就說好 那個錢 我們來跟 我們來跟建商處理 那當初你這筆錢 就留給那個童養型 對啊 好 這個 我還要說你們兒子有夠厭 我都在美國投博書 都也沒要回來了 對啊 真的 對不對 好 那高雄有一位 陳姓婦人的先生 在十五年前過世 沒有想到他繼承了四百三十三萬的遺產以後 竟然沒有報稅就消失了 那案子後來 這個交到華務部行政執行署的高雄分署 那高雄分署呢 很多次的聯繫這個臣妇的兒女 要求他們出來處理這筆帳 結果子女都很無奈 說他也找不到他媽媽啊 那這個聖美情形是怎麼樣 就是因為他的老公過世是在二零零八年 所以他可以繼承的是四百三十三萬的遺產 而且都已經順利繼承了 對 那因為你繼承了遺產呢 你同時你要繳遺產稅 所以是不是有一筆這個錢 那國稅局就一路追追追追追 就發現這個陳姓夫人根本就不在台灣 也就是說他二零零一年出國去之後 根本就沒有在台灣了 可是這個錢他也繼承了 那對國稅局來說 所以他這樣也很危險 這樣回來他家就被處擠了 對啊 可是他又是怎麼這個錢進了他的戶頭 進了他的戶頭之後 也已經查不到這些錢了 反正已經是他的了 那對國稅局來說 不論如何 我就是要要回這個稅款嘛 就是你必須要繳遺產稅 現在人不在 就像剛剛弘一大哥說 跟他子女講 子女說我們也聯絡不到他 就妙了 你媽媽在哪 不知道 總之就是不在台灣 好 那我們現在就清查 他名下有哪些財產 找到了一筆 就是所謂的保單 那這個保單大家都知道嘛 那有些是三年 有些五年可以解約之類的 所以呢 其實這個公家機關呢 這個執行署就去喊 給這個保險公司說 我們要扣這一筆 但保險公司意思說 沒有當事人來 我沒有辦法解約 這其實對當事人 也是一個保障 但是你不解約 這個陳欣夫人名下 就只有這一筆 那我還是拿不到 這個遺產稅 最後的結果是 終於這個保險公司 就依據這個執行署要求他 那我們就解開好了 解開之後的一百七十六萬 讓這個保單的這個錢 去繳了這個遺產稅 但陳欣夫人到底去哪了 你知道 這很奇怪喔 對啊 故意說這個 所以他稅不用繳 人不用回來就沒問題了 沒有 還是繳啦 從保單裡面繳 對 其實還是要繳 所以基本上行政指引署 像追這種案件 他一定是追到天荒地老 但是一般來講 他有個時效 大概就十年的一個時間 可以來追 那稅的部分 其實如果我們警察局 用過改做國稅局來做 就追到天荒地老 對啊 他就可以一直去 全部放過任何一個 對 沒有錯 那其實本來 行政指引署在追這種稅的時候 他本來都可以跟國稅局 去調這些資料 或是金融機構 去調這些受險的資料 所以也還好 剛好有查到這一個保單 所以即便是保單 像之前就在爭執說 他就沒有解約 其實是不能夠付錢的 那這個現在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的大法庭就有講說 其實那也是有個價值在 我們說會有個保單價值準備金 雖然還沒到期 不能夠解 可是像這種案件是 我不可能等著他解 不然時效過了 那行政執行的規定 會有個時效 所以在時效介治之前 現在法院就是說 你還是可以發一個命令 直接當作是幫他解約 就可以直接拿這個解約金 OK 對不起 蘿莉塔再請教 媽媽是不是為了照顧你們兩個 所以沒有改嫁 他離婚的時候也還很年輕吧 對啊 那時候也還很年輕 但對 他是有交往對象 可是就都沒有要結婚 對啊 因為他也是覺得說 就是也是 沒有是野獸 也是覺得結婚很可怕 也怕到了啦 對啊 他會扣扣你不要結婚嗎 他沒有耶 他其實是說還是可以結婚 然後可以生小孩 但是他說就是不要把東西 想得太美好 你不要覺得童話故事裡面說 你結婚以後 就從此幸福快樂 你如果會這樣想 那你之後遇到狀況 你可能就會沉不下去 對啊 對 你好像對男人成見很多 也不是成見 就是只是在胃與籌謀 在叫胃與籌謀 對婚姻不抱期待 對 就不怕受傷 所以有需要叫閉關嗎 倒不需要啦 但是我覺得女生 如果說真的要結婚 不要對一個婚姻的那個 憧憬太嚴重 對嘛 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 但是隨時要對自己 還是要愛自己 知道怎麼樣的 去做對自己有利的事情 所以錢不要全部都給他 不要賺了錢給他 或是說他有什麼事情 要來跟你說 要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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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去幫他張羅 這個都不行的 錢大家分開 如果說大家吃飯的那沒關係 如果說要做生意 要做生意 那就不要再說了 郭醫師會不會 蘿莉塔對婚姻太悲觀了 其實我滿支持他這個 一定也差不多 這個想法 為什麼 就是說不要把婚姻 看到那麼重 對 你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這邊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跟你擔保 結了婚一定天長地久 幸福美滿 結婚說實在 它只是增加你的義務 因為你要照顧對方 小孩 對 但不表示你會過得很好 結婚其實是這樣 那如果沒有結婚 其實是少了這個義務 你們會活得更自在 那現在蘿莉塔 這個觀念 我覺得是新一代的女性 應該可以考慮的觀念 你走進婚姻 你不要期待說 一定這個人會照顧我到老 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他不一定跟我賠到最後了 所以什麼事情我要自己來 賺錢我要放在 我自己口袋裡面 像周老師這樣講 你不要自己做的生意 都放在先生的名下 說這個夫妻共有 這個不大可能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其實滿支持 蘿莉塔這樣子的一個想法 但是還是要結婚 不要因此而 跟我媽媽的講的一樣 因為結婚不見得要把婚姻 看得那麼的美妙 我覺得女生現在是 一定要有工作 就不能夠再像以前一樣 覺得結了婚 我就不工作 在家裡照相夫教師 不要什麼打掃家裡 出去工作 然後請別人來打掃就好了 千萬不要當保險博 那你賺了錢 有交給老公嗎 為什麼要交給他 結果我們還沒登記 而且我們都已經要 寫婚前協議了 我們就是正在寫當中 就是所有的錢都要分開 對啊 寫婚前協議 現在真的年輕一代 想法差很多 好 蘿莉塔剛講說 他們即將登記結婚 對 那麼有簽婚前協議 對 我講說現在多數 簽婚前協議的還是少數 對 那再來 婚前協議的重點是錢 就是說你的是你的 我是我的 那有沒有一個 就是外遇條款 有 這個是一定要加在裡面 然後老實說 現在也為了這條款 我們就是卡在那邊一直沒有登記這樣子 因為對於賠償的金額 有一點在起爭執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個為了這個 我就還蠻不開心的 我就前幾天都在跟他吵架 因為那個譬如說當時律師 假設幫我寫了三百萬好了 他說正常好 那個三百萬吧 那三百萬我當然看到也想說 因為我現在年紀又好多 可是我就會想說 那我就不要外遇 就不會出事啦 對 結果他看到這個之後 他也非常實際的說 我覺得三百太多了 兩百可不可以 居然跟我殺戒 其實現在 插你個頭 你就不要外遇就好啦 現在人大家都以為 外遇條款裡面好像是 摳住 就是摳住了這個男生 覺得男生是比較有可能外遇 但是我現在我們覺得 我們碰到的很多 並不是男生外遇 女生外遇的也很 沒有他剛剛有講 雙方都要遵守 對 雙方都要遵守 所以有些時候 我覺得這個寫下來 因為剛開始要結婚 寫這個東西 可能大家就會比較在 面子上會比較掛不去 就是說三百萬兩百萬 就為了這個還在那邊 討價還價 對啊 很難看 其實說啦 我覺得不必一定要寫 這個什麼所謂的那個 外遇條款 因為放他一條路 也等於放你自己一條路 說不定你哪一天 對 有一天 你可能也會 有 可能會下去 有 可能會下去 他真的很厲害 對 所以說 就叫人家怎麼會這樣想 所以說你不一定要 他外遇的時候 你一定要 要他賠你多少錢 你只要把自己的錢 夠好 夠好 對 你也不要想別人的錢 那如果說他真的對你好 他一定在這過程中 他會給你 不然這樣 我請教 那外遇的定義是什麼 外遇的定義當然 譬如說 就是我當然有去問律師 因為並不會直接寫在條款上面 但是就有問律師 譬如說有沒有抓 確實譬如說像大家通常 最常看到就是拍到有什麼親密的行為 或是閒事的閒事的訊息 這些我認定 我覺得都算外遇 但因為反正因為這個東西 也不是說 我覺得是外遇就是外遇 律師也有說 其實就算你抓他外遇 你還是得上法院 讓法官認定說 這是不是外遇 所以一切就是以法院 認定為主 不是我自己說 我今天覺得 你跟女生講那些話 你是外遇 我就說你外遇 我還是會 當然是以法官為主這樣子 所以三百萬是絕 舉例而已 三百萬是絕對不能砍架的 我就覺得這個行為很難看 你如果沒有做好要問 你如果沒有要歪 你殺這個瞎幹嘛 因為我都沒有殺架 其實殺架是有點兇 因為他等六七折 對 他直接殺一百 他真的直接殺一百 超難追轉的 不是 那你就不要玩 可是兩百也很多 兩百也很多 氣死我了 兩百也很多 你們 對 有沒有次數限制 不行啦 你就是被抓到 按次數吧 不是 你要嘛 你就給我小心一點 都不要被我抓到 我不知道算 但你要被我抓到 你就乖乖付錢 因為我也是一樣 那裡面就是寫說 雙方被抓到 你就是要賠對方這個錢 那有關買房子呢 買房子我們一定是分開的 就是我的是我的 他是他的 所以你們要先租房子嗎 我們現在 對啊 目前可能之後 規劃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他買了房子 那你進去住呢 那 這個東西就是律師 進去住什麼意思 不是 就我買的房子 對不對 要算那麼清楚 可是是你住進來 或者你買的房子 這個東西就可能 譬如說律師就會說 如果你有擔心這樣的問題 譬如說你們之後 譬如說他 就是他會再 譬如說補一條說 那我們協議好說 我們婚後 住在哪個地方 那個地方我們是共有住的 雖然名下是他 但是我住進去是合理的 就不用付錢 或是我買的房子 我們住他那個 就是再另外立一個說 住在我這邊 不用互住 對不用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